組員建築 今年請到曾經效力 ABL的洋將 Jordan Tober來助陣 但他因為練球時 拉傷臀部而錯過了開幕戰 經過兩週的休息之後 在12月12號的比賽 商譽歸隊 我覺得磨合上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很好相處 也願意配合的洋將 他這個人的個性是滿好的 商譽回來之後 比較大的改變就是在 攻守上面比較有一個樞紐 他就是變得一個 蠻吃重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他最主要 帶給我們球隊最大的幫助這樣子 其實洋將來到浦原的時候 是他的打球的方式 就是比較偏向於團隊合作 洋將來的時候 蘇格也有說就是 他的習慣作風 就是不像是單打獨鬥 所以要我們去 多跟他做一些配合 像前兩前他回歸籃球的時候 也在團隊配合上 也做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陣地戰在打一些 團隊配合的時候 他的幫助我們很大 就像我們的四五號 可能在處理球上面 沒有像那個洋將來成熟 或是方式會比這些 我們本土的四五號 學人還要好 那麼程度以目前來說 八場球其實有越來越好 因為剛來嘛 所以不太知道 他能幫助我們什麼 我們能幫助他什麼 那其實八場下來 其實越來越知道 其實他一些側硬方面 然後其實他不是一個 比較獨工的一個球員 所以他會幫助我們滿多的 他傳球視野都很好 我認為每個遊戲 我們會得到更好 我認為我們會得到更好 我認為我們會得到更好 我們會得到更好 我們會得到更好 因為後來的季節會幫助 第一次來到台灣 服員的隊友們帶著喬丹 認識台灣的早餐店文化 而和隊友相處融洽的他 也有一件特別想做的事情 我已經準備好去看山 所以我等到天氣出來了 其實他人滿好的 對啊 真的還不錯 因為一來其實他跟每個人都會打招呼 我覺得應該是每個老外都有這種反應 其實他年紀也算20多 那人也不錯啊 我花了很多時間跟比爾 比爾拿著我 我花了很多時間 我可能會花了很多時間跟他 我喜歡吃飯店的地方 我們去吃飯店 最多的隊友都會去練習 所以我們很棒 每個人都在一起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一直以來我在球隊 不管是我以前的球隊達星 還是到現在埔研 其實我都是一直 我都是會扮演一個就是 洋將 就是可能跟本土球員之間 有溝通的橋樑嘛 對啊 就是我覺得這個工作 其實我覺得我也是算是 駕輕就熟的啦 但是說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他很喜歡吃炒麵啦 我就有教他說 這個東西叫做炒麵 對 所以他知道說 欸 我去早餐店 我要點炒麵 他就直接會講說 喔 我要炒麵這樣 他其實很喜歡吃蘿蔔糕 但是他 蘿蔔糕是三個字 所以他唸不出來 對啊 炒麵可能比較簡單吧 炒麵炒麵這樣 對啊 所以你們如果 有機會去問他 說你最喜歡吃什麼早餐 他就跟你說炒麵這樣 炒麵 你看 炒麵 是嗎 沒想到喬丹學到的 第一句中文竟然是炒麵 而且發音也十分標準 那他除了炒麵以外 他有沒有學會其他中文 又教了隊友哪些英文呢 Yoshi Man 什麼名字 Yoshi Man 這就是什麼問題 我學了很多美麵的歌 從MJ116 SO MC Hot Dog 我是沒有教他中文 可是我跟他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有點一個炸雞腿給他吃 他吃的時候 哇 炸雞腿 他一直都覺得那個很好吃 J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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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都說 What's up BO 我就是不會英文 然後通常小文都是當我的翻譯隊 然後我會叫老爺說 叫我英文 然後他叫我第一句是 What's up BO 然後我說 我都會說 What's up What's up 然後那個老洋將就會說 Bro BO Po Po 喬丹在歸隊的第一場比賽 就砍下了22分 為浦原的禁區補償了戰力 而他也期望能帶領年輕球員們 奮力拚戰 我覺得他其實 因為他可能也比較少去開口 我覺得他可以多開口 讓我們 就是可以幫我們 我們也可以幫他們 那更融入 可以更快融入整個 忽然體系嘛 對 讓成績才會越來越好